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我们对台湾的历史实在是太陌生了 我们现在因为台湾史 现在大家开始在热门起来 开始去了解台湾史 我们如果对台南安平我们更了解 对台南这边我们更了解 但是我们对台北那边 北部那边的家人 一直到格玛兰 这台我们更了解 尤其是我们对西班牙人 这边是很殖民的历史 而是就住在淡水一带 到基隆一带 一直到格玛兰 以兰的一部分 这里有一个非常善于航海的民族 叫做巴塞 就是马赛人 或者有人把它翻成巴塞人 我们对这个民族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祖先 北部的祖先很重要的一支 但是我们都不了解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了解一大历史 所以才会推荐你 特别去看来看这本 曹明宗老师 画了十几年所写的这本彩 Aiamosa的Maria 因为这本彩 刚刚出版两个礼拜 也不能把它通通都讲完 我都讲一个要点 以后剩下你们就去买来看 看来以后大家可以互相讨 反正我告诉你 这是台湾第一部 苗夏世万亚通敌 北台湾基隆一带的历史里面 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那么这篇小说 后面它主要讲一些什么内容 待会发哥给大家介绍 以前发哥必须说两件事 第一 陈博伟这个事情 10月23号要有投票 由国民党跟延青标 他们魅后 后面在支持在处理的 要罢免陈博伟的事情 这事情不能让他成功 你一定要出来 拒绝罢免陈博伟的票 反对罢免陈博伟的票 这些不是变成陈博伟的保卫战 已经变成一个很敏感的 统图的论真的一个投票了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发哥呢 常常一直给你推荐 北部 南部我们北大五山的咖啡 那这个北大五山咖啡呢 它有它的特征 很大的特征 但是它产量不多 一年顶多整个大五山西 也不过就只有 这么五吨左右的产量 这个卖完就是没有了 你要也没有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 对发哥所推荐的这个咖啡呢 来给它响应 来给它 来给它 来给它购买啦 那现在呢 现在当天呢 发哥所知道 北大五山的咖啡 正去呢 它正在结咖啡 今年结的不错 因为雨量不错嘛 慢慢的有一部分在那边 在变成转红色 那现在慢 慢了啦 慢了来以后呢 晒干 日晒 随喜都有日晒 日晒以后呢 就烘焙 很新鲜啊 前段时间 谢金河博士呢 在他的节目里面特别讲到 台湾咖啡的油店就是新鲜啦 很多人喝咖啡喝了会新鲜 原因在于你喝到进口的豆子 有的时候你如果保存的不好 产生黄菊毒素的时候 你喝了就会新鲜啦 如果是一个新鲜的咖啡 台湾的特殊风味 它因为在台湾的山上摘下来 马上曝晒 马上烘焙 马上饮用啦 新鲜的咖啡 不会遭致你心悸啦 再加上台湾的咖啡的咖啡因 比较低啦 那台湾的高山咖啡 有它非常独特的风味 尤其是屏东北大五山 这个咖啡呢 它是产在海拔1100公尺到1350公尺 现在开发在结 那个咖啡在结啦 疫情慢慢的在趋缓啦 发哥哪一天我会带大家呢 我来号召一次 我们到北大五山半山 我带你们去看那批咖啡员 然后下山以后呢 让你们摘的咖啡 你们自己慢慢去处理 马上处理 水洗以后呢 你们自己烘焙 烘焙以后当场就抹粉 然后当场就喝看看 那个滋味怎么样 用一天的行程 好 现在如果你要北大五山 发给你推荐的咖啡 请你打0983468356 0983468356 找吴太太 好 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的内容 我只把大纲讲一下啦 大概的情形讲一下 详细的内容 你们要去看书啦 发哥昨天讲到这本书 主要设定了两个人物 这两个人物是虚构的 剩下的人物都是真实的 大部分都真实的 所谓历史和文学的差别在哪里 历史就是一堆死的资料在那边嘛 事件的资料嘛 小说家会把这些历史资料 用他所虚构的人物 来把它串起来 你要知道文学里面 虚构是最重要的东西呢 虚构代表这个作者的观念 他的思想啊 虚构才重要啊 文学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虚构 虚构代表他一种理想要表达 他虚构了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一个若望这个西班牙的士兵 羽兰这个台湾巴塞族的女孩子 天真无邪的女孩子 若望怎么样从台湾的羽兰的身上 看到了台湾率真的美 天然的美 然后从羽兰被受到天主教传教以后 从他台湾人的 帅真的原住民的女孩子 嘴巴讲出来的 他所领悟的天主的道理 和西方传教士 所讲的圣经的道理 这差距很大 谁才是对的 这个要让读者去自己去判断 除了这两个人物以外 若望后来在台湾驻扎了16年 因为西班牙统治北台湾就是16年 然后就结束了 被荷兰赶走了 若望回到塞比尔 在台湾的经验 让他对生命有了不同的领悟 他后来去接受神父和医学的教育 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父 再回到中南美洲的秘鲁去传教 这个地方没有政治势力在那里 没有军事力量在那里 他作为一个非常虔诚的传教士的过程 这本小说里面只写到他去当传 回到塞维尔去接受神父教育 最后变成了若望神父的过程 霍免他的遭遇 这本书没有写 说不定他的第二部将来写 第二部曲会写 我不知道 那以这本书来讲 好我们来看 他所跨越的地方在那里 若望出发的时候 这个西班牙的士兵出发的时候 是从西班牙的塞维尔 西班牙的塞维尔这个都市呢 出发的 他的军舰是从那里出发 然后呢 当初西班牙人到亚洲来是怎么走的 这条路线怎么走的呢 从塞维尔出发以后 跨过大海洋到达他的殖民地墨西哥 从墨西哥呢 顺着季风呢 穿越太平洋呢 直接到了菲律宾 从菲律宾的马尼拉 这个西班牙人殖民东方的基地呢 把船里面的物品水啊 补足了以后呢 就直接塞队阿亚莫萨到台湾来 在台湾的北部的基隆内带呢 登陆 然后呢 他们终于在这个地方开始殖民 军队派来 军队派来以后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盖城堡 也就是现在所发现的遗迹 圣撒瓦多城 这圣撒瓦多城真正的意思就是圣救主城啊 这撒瓦多呢 在西班牙的意思代表一种救世主的意思 他们建了圣撒瓦多城以外呢 他知道要锁住基隆到 啊 这个和平岛到基隆这一带的海航啊 他必须要延伸到外面去 因为那个地方是敌人最可能过来 荷兰最可能进攻过来的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汉光演习 有的时候首都保卫战的演习 为什么我们的战车 经常一开要开到那个淡水的淡水喉壳那边 对着海洋地方开炮 因为那个缺口 如果中共要突击北部的话 那个地方是最容易进来的地方 当初西班牙人也判断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有个防卫的城市 一个炮台 所以他们建了圣多明 圣多明哥城 这个城后来呢 在历史上啊 毁掉了 拆掉了 那这个地方现在又盖了一个城在那边 在一两百年前 英国人盖了一个城在那边 就是今天的淡水红毛城 就是现在淡水的红毛城 就是圣多明哥城的原来的旧址 然后这里面他发现到 他描写到这个作者描写到 当时的基隆 西班牙人来的时候 其实在和平岛上啊 早就已经有 从福建来的 张州人和福州人啊 甚至少部分的日本人啊 在这里建立他们的村落 早就已经有张州人 福州人 和这个日本人 在这里建立村落 这个是事实上的问题呢 不是假设的 因为有很多历史上的 证据和历史资料 然后基隆呢 自从西班牙人在这里驻扎以后呢 不久又就来了另外一批新移民 西班牙人带来了 这个是菲律宾人 所以飞劳呢 不是现在才有啊 四百年前就有啊 四百年前是由西班牙人带来的 因为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啊 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很很久一段时间啊 所以有的时候你到菲律宾去想 你看到有些菲律宾女孩子真漂亮啊 为什么漂亮 他们是菲律宾的土著和西班牙人 分血的后代啊 你一看就看得出来 这个是分血的 Ainoco的后代啊 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分血非常多啊 比例很高啊 那么在他那边啊 菲律宾当时从来就不是个独立国家啦 西班牙占领以后就在那里呢 建立了马尼拉城教堂啊 统治机构啊 那么有很多菲律宾人也因此信了天主教 所以到今天为止 菲律宾呢 是一个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之一啊 在亚洲啊 他们讲下一步呢 从菲律宾以外 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会产生 那国家就是越南 越南被法国殖民过 所以越南早期的外国信仰里面 除了他的佛教以外 最大的一个就是天主教 好 就从这里呢 菲律宾人带了 西班牙人带了菲律宾的这些 相信他们天主教的教徒来到台湾 有一些是来当奴隶来帮忙 逐这个城墙的 菲律宾人来到了台湾 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是很少人都提到的 但是在这里有些记载 那荷兰人的记载更多 是什么呢 西班牙人早就注意了台湾的东部 有一条溪叫做利物溪啊 现在我们命名叫利物溪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要到 马尼拉或者是要到东方来殖民的时候 他们的船都会经过台湾的东岸 经过东岸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刚好碰到黄昏的时候 黄昏的夕阳照在花莲一条溪啊 叫利物溪啊 闪闪花亮啊 好像黄金之河啊 所以他们呢 就把他命名叫做黄金之河 在他地图里面 这条河流呢 他们一直传说呢 有非常多的黄金啊 所以西班牙人首先派了探险队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叫做多罗曼 多罗曼呢 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有一条河流呢 它的花音就接近多罗曼 这样子的音 多罗曼呢就是今天的花莲啊 那么多罗曼呢 所以这个多罗曼 原来花莲的旧地名多罗曼呢 是西班牙语转化过来的 结果西班牙人来到这个地方啊 去找这个黄金 确实从一些土著原住民的头目身上 看到了黄金 那些头目就告诉他说 在利物溪那个地方 他们在那边捞到 结果西班牙人 就在那个溪里面拼命找 有找到一些沙金 但是他觉得那个量 没有价值开采 他们就离开了 那西班牙人后来被荷兰人 赶走以后呢 荷兰人也一样 听说台湾东部有黄金 荷兰人也派了军队来 来到多罗曼 利物溪找黄金 这个找黄金没有找成功啊 还有五个荷兰人被杀死在这里 这个很荒唐 他们还没有到利物溪以前 他是先到台东 台东的旁边 有个部落叫做达鲁马克部落 荷兰人登陆以后呢 沿着西找黄金呢 找到了达鲁马克部落 达鲁马克是台东的卢凯族人 卢凯族人看到这金头法的怪物进来 下来一大跳往山里面逃啊 往山里面逃以后呢 这些逃进山里面的卢凯族 还是久久久久就回来探看看 这个金头法的怪物这个人种 到底在干什么 有一天呢 有两个勇士啊 看到这些河南人来到这个地方 在树上面架了一个吊床 躺在吊床上在那边抽雪茄啊 啊抽雪茄啊 西班牙人从拉丁美洲带回来的雪茄 后来传到荷兰 所以大家抽雪茄一样啊 这两个达鲁马克的部落的人 看到荷兰人躺在吊床上抽雪茄 从嘴巴里面吐出那个云雾啊 他们非常恐慌 就是说我们部落里面 为什么最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病 原来有一群金头法的怪物在这里 失巫术害我们部落里面都生怪病 所以趁着他们在抽烟在休息的时候 突然冲出来呢 荷兰人来不及防备呢 有五个人的头被人头被砍走了 这个是全世界有历史以来 因为抽烟付出最大代价的 就是荷兰人 因为在抽烟忘记的预防了 整个五颗头竟然被达鲁马克 被卢凯仁砍走 那个人头以前日记时代的时候 提出还放在人头骨架里面 有一次我碰到荷兰的代表 台湾的代表 我再呼出他说 你们荷兰人在台湾付出最惨痛的教训就是 在我们台东那边抽血夹 被卢凯仁把头砍走了 他哈哈大笑了 好 我们就待会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介绍 从德罗曼一直到格马兰 一直到兰语 为什么兰语叫做烟草之岛 原因在哪里 这边就慢走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法法哥 介绍这本书 朝明中所写的这本书呢 艾亚摩萨的玛利亚 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 他讲到西班牙人 曾经到德罗曼到花莲去探查 有没有黄金可以捞 然后后来发现了在利物西有沙金 但是那个量不足以开采 他们又回到了基隆这里 不过他们开始注意到 花莲这个东部那边啊 没有去开花的这个 这个价值啊 主要是他们淡水到花莲太远了 但是有一个地方他们看上了 就是格马兰 就是宜兰 他觉得在宜兰 他发现宜兰里面的格马兰人 已经开始种稻子 那么防守在淡水的西班牙人啊 他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 他呢 有的时候运补啊 从玛利亚运补过来的粮食 接不上的时候 他就缺稻米 他就要到淡水去 像这个马赛人 有些在种稻子的马赛人买那个米啊 但是淡水的马赛人啊 对西班牙人有敌意啊 有的时候买不到 他发现格马兰人 宜兰这边的人 是比较和善 是可以去向他们买到 那么好 所以他经常来往以格马兰 偶尔到花莲 在这个黄线上啊 其实西班牙人的历史没有记载 曹明宗自己写 自己把他小说拉到这里来 就是淹草岛 淹草的岛屿 他指的就是兰语啊 那么为什么他小说历史上没有记载 他小说会写到兰语呢 这个就是小说家的本事啊 他上西班牙人开着船 常常到格马兰 宜兰 到花莲 这条航线会经过兰语旁边 都不可能不上去探个就近啊 所以用这种推理 他就描写了 西班牙人上到这个小岛上 发现了这些小岛上的原住民 住在地下屋里面 每一个人都在抽烟斗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烟草 所以呢他们就用西班牙的银币和他们换燕草 所以今天呢 南语很多人做的银盔啊 那个两三百年前的银盔就有银盔了 这战士 你给他看都是用银手打造的 你问当地的达武人 南语的原住民 他们说啊 那些都是这个西班牙的银啊 对他们 这南语附近的沉船 沉到海里面 他们去泉水捕鱼的时候 发现这个沉船 绕到了 这个西班牙人的银币呢 就把它捶起来 那么 曹明忠认为呢 这其中之一的 但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银币 他认为是西班牙和他们做贸易所换来的 好 这边小桌到后来 描写的后半段 的重点就是河西战争啊 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争 这场战争打了两次 那荷兰为什么打胜 西班牙为什么作战失败 因为西班牙马尼拉的总督 当时为了派军队去平定 他们在李宋岛的菲律宾人的造反啊 把所有的军队呢 都去攻打李宋岛的原住民 淡水只剩下不到一百个人在防守 这个 剩萨尔瓦都成了 那荷兰人是把所有的兵力带到北部来 打白西班牙人赶走了 一两千个部队对付一个一百人的部队 西班牙当然没办法 不是他对手嘛 西班牙人因此呢 被荷兰人打败 整个一百多人投降 那这篇小说里面 在这描写啊 宇兰啊 在这个教堂外面的地方的一个医院啊 在救助商贩的时候 被炮打中了 荷兰的炮打中了 死在这里了 这就这篇小说的结尾了 宇兰暂死在这个地方了 当然若望这个男主角 我就觉得非常的伤心呢 把他埋葬的过程里面 放上的铺上满满的百合花呢 而且他也觉得说 他这辈子来到台湾 碰到这个 宇兰这个女孩子 他从十一二岁认识 一直到他成年呢 他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形象 好像呢 就在宇兰这个台湾的原住民的身上显现了 西方人讲啊 圣母玛利亚有显胜 显胜的时候他有两种形式啊 一种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像啊 会流下眼泪 这不在很多地方都发现啊 说这是圣母玛利亚显胜的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整个就出现在孩子的面前 现在你知道台湾很多天主教堂里面 有一种叫做法蒂玛圣母 法蒂玛圣母啊 圣母像里面心脏的部分 有画一颗红红的心脏 那个心脏为什么叫做法蒂玛圣母呢 因为他在哪里显胜呢 在葡萄牙的一个小村庄 有三个小孩子呢 顽皮的木桶小孩子呢 看到了圣母玛利亚 在树的端头里面显胜 和他们讲话 这三个小孩子 因为很小 所以他不觉得那个是神明啊 每天和这个圣母讲话 显现了十几次啊 这三个小孩子回来 给他们父母讲 妈妈我们今天在那个郊外 看到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 很和蔼的一个妇女啊 在树的树梢上 在那边和我们讲话 她妈妈就打这三个小孩子说 你不要乱讲话啦 你们喔 电视看太多啦 或者漫画看太多 乱想啊 但是呢 有其中一个小孩子 我们明明就是看到啊 妈妈为什么都骂我们说谎话 她就写了一封信啊 给教宗啊 意大利梵蒂冈的教宗 给她讲他们看过的 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过程 这个事情轰动了这个梵蒂冈的教宗 马上派一个人秘密来查访 这件事情是真来假的 在哪里看到 她果然发现啊 这个就是圣母玛利亚当人显圣 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法蒂玛 这个村庄叫法蒂玛 这批小孩子所看到的圣母的形象 就让神学家把它画下来 做成了现在的玛利亚的神像 这个神像 玛利亚的神像呢 就称为叫做法蒂玛圣母 好 这是讲的讲远 那么在这里呢 她认为圣母的显圣呢 曹明东自己的看法 除了圣母像流眼泪 除了圣母真的呢 玛利亚真的显现在身上 她认为她在台湾碰到这个原住民的玛利亚 她那么天真的语言 这么率真的对宗教的信仰 这么率真的对宗教的语言 这么率真的对圣经的解释呢 这是另外一种玛利亚显圣的一种方式啊 这个当然是文学家做了她的解释啊 所以呢 她就把她那写成了这本书 艾尔摩沙的玛利亚 好 这本书大概就是讲到这里 但是呢 曹明东在这本书的最尾巴的后继里面 讲到一个惊讶的事情 她这个小说本来就是顺着这个历史资料写下来 但是这个雨兰这个女孩子是她完全虚构的 当她把这篇小说通通写完的时候呢 放在那里的时候 竟然呢 传来消息呢 就在和平岛的停车场挖到了这个整个教堂 而这个教堂里面呢 这二十二具人的遗体啊 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少女 祈祷的少女 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 而她的小说结尾的时候 雨兰史的时候 是这个作家用想象的 把雨兰埋葬的时候 就是铺上百花 脖子上给他挂上金色的十字架 是这个落望的年轻人 他假 他自己虚过的落望的年轻人 最后给雨兰的定情置物 是一个金色的十字架 这篇小说写完的时候 竟然在教堂里面就挖到一个真的 一个少女的祈祷像的遗骸 而脖子上赫兰就挂着金色的十字架 所以呢 曹明宗说 这几乎是一个神迹啦 其实曹明宗讲的这种事情呢 作家常常发生这种事啊 林建龙博士呢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做赤童花之战呢 在台北的御膳社出版的 他写的是万丹的金娘 林建龙告诉我呢 他是因为鼻子过敏的疾病 他是吉隆人 他搬到淡水去养病啊 但是每天晚上都梦到金娘 这个历史人物 他刚才还不知道金娘是什么人 一天到晚来给他托梦啊 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写下来 但是他一直逃避 一直逃避呢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就是没办法好 他后来就去找了金娘的资料呢 去把金娘的故事呢 写了赤童花之战这本书 写完的时候他病就好了 你相不相信 好 陈耀昌也讲了 他为什么写傀儡花 他原来不是要写傀儡花 不是要写罗妹号事件 他原来构想是要去写牡丹社事件 但是他的车开到 这个访疗过去以后呢 海边呢 在那个省道上啊 这个车子突然故障了 突然故障了 就在墾丁大街附近就故障了 就开也开不出去了 那么就要请人家来修车 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呢 在墾丁大街过去一点点 他没有修车厂啊 对方告诉他说呢 这个修车厂要过多久以后呢 明天才会来修啊 他没事啊 没事就顺着这个马路旁边 在那边散步 朋友就带他去 我带你去看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啊 就从墾丁大街走下来看到了 荷兰公主庙啊 那间土地公的万云公尺旁边的 凤式的荷兰公主 陈耀昌说我直觉就认为 不可能有荷兰公主啊 因为他对欧洲历史也有涉猎啊 荷兰那时候还没有独立为国家 荷兰没有国王啊 怎么会有公主呢 他认为这个有奇怪啊 回去查一查 就是在传说里面 荷兰公主庙 荷兰公主被杀死的前几年 就发生了美国的罗密号事件 其中有一个叫韩特夫人被杀死在这里 他说这个不是荷兰公主 应该就是韩特夫人 从此以后他开始找资料 找到以后就写了 罗密号事件 就是傀儡花 也就是斯卡罗 这部戏剧的故事 这个都是巧合吧 那这种事情 花更多的巧合 改天再讲 你听了会起雞皮疙瘩 包括李乔 写寒夜三部曲 他写到最后的一场战争啊 写到台湾人被调到南洋打仗 最后的情节 日本人要打败仗的时候呢 触动神风特工队去自杀 去撞美国的船 他想糟糕了 菲律宾有这么多群岛 他写的背景在菲律宾啊 这神风特工队到底基地在哪里 他找不到 没有找到资料 他就随便把菲律宾的地图 把他挂起来 在这么多几千个岛屿里面 他随便找一个最合理 他推测在这个岛上 神风特工队从这里出发最可能 他小说就是这样写的 等他把小说写完 以后呢 台湾有一个美国同乡 寄了一些 从图书馆找到的资料寄给他 那里面资料里面有写到 日本人神风特工队在菲律宾的基地 赫兰就是他写小说里面 自己用想象的那个岛 你会不会感到花斗啊 写作者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整个迷到剧情里面 你说是直觉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你被当机附身也可以啊 就会有很多种奇迹啊 曹明忠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啊 他已经写完了 才在这个教堂底下被发现 这个时候才挖出来二十二具 人体的遗憾 其中有一个少女 祈祷的少女 脖子上就是挂着金石字 好 结尾的时候发哥现在讲 曹明忠在他的后继里面 这本书的二十章最后一章 他讲了一个观念 现在这个圣旧主城 诸圣堂啊不是圣旧主城 诸圣堂这个教堂整个在出土了 但是已经没有屋顶了 只有墙角还有二十二具的人体的遗骸 还有做礼拜的那个 礼拜堂的形状 他说我真的希望台湾真的有那样的决心 就在和平岛的这个 现在所挖出来的圣旧主堂这个地方 依照荷兰西班牙人留下来的地图 把这座天主堂重新就在原地把它建起来 把它补起来建起来 真的请西班牙道明会的神父来这里传教 真的就是讲台语跟西班牙语 让他恢复到这个教堂 恢复到原状运作的状态 变成基隆最重要的历史观光点 这点发歌也赞成了 就好像发歌在屏东文化处任职的时候 我当时去和高雄这个天主教的 我们台湾的这个教宗 刘志宗主教和他谈过 屏东有十间非常漂亮但是被晦气的天主堂 我们希望一座一座把它修复 又变成另外的宗教或者是文化的中心 高雄这里总主教的刘志宗主教答应 所以在屏东屏政府文化处加上客家处合作呢 现在已经修复了两个教堂 你有空可以去看看非常动人 一个在新匹乡的玉环教堂 一个在现在加佐教堂 加佐教堂也修好了 现在已经开封参观好漂亮一个教堂 月底呢明年这个下个月初呢 发哥会找一群带一群人去看看这几个教堂 一环教堂恢复传教 天主教的道明会自己派一个传道 每个礼拜天都在那边做旺弥撒 加佐天主教现在变成呢 那些智能上比较有障碍的小孩子 将来他要发展在那里做巧克力 客家庄在种可可呀 那个变成让他们有个工作 在那边做巧克力的工厂 这个都是在台湾正在进行的 我们历史的重建 文化的重建 我希望高雄或者是其他的都市 很快的能够赶上 把这个文化建造起来 台湾奇迹不是只有台积电 台湾奇迹不是只有经济奇迹 我们要创造一个文化的奇迹 就从今天开始 这本书发哥今天就暂时介绍到这里了 多谢六七天 明天感谢期间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第一次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